台股2022年跌掉4000多点 观股护盘不遗余力 但元月以来逢高就获利了结 不过有16党个股则是被紧抓着不放 压保兔年开红盘的行情 台股今天在开盘的时候就大涨了560点 想必这个行情是压对了 究竟是哪16党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星星、长龙、鸿海、台达电 玉山金、材料KY、ASKY、金硕、华通、大学光、万海、玉金光、光照、政要、智勤、台尼 这些都是在封关当天还仍被持续加码的 而星星2022年全年营收以1404.89亿元缔造历史新游 尽管去年因为BT的需求转弱 以及PCB还有HDI进入了传统淡季 影响营收下滑 但法人能看好说 有新产能的开出 日期新兴今年的营收呢 能够继续维持成长 而眼球概念股的金硕还有大学光 两党也获得外资点名看好 指出眼睛保健的相关个股呢 会是中国解封的主要受惠者 加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客信文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